平均地權條例將在下週進行二三讀 有專家就推估 今年或許是自住戶的進場好時機 全年的房價修正幅度最高可達15% 因為價格其實還是滿高的 所以就應該還會再管網 政府祭出無重權打炒房 包含限制預售屋或是新建成屋 換約轉售 如果有炒作行為會重罰100到5000萬 管制私人購屋在非特定條件下 五年內不得轉售 預售屋解約要申請登報 並且建立檢舉獎金制度 為房市帶來全面性衝擊 政府打炒房是美意 但自住戶還是多持觀望態度 畢竟大環境不景氣 民眾出手相對保守 而對投資客和建商來講 更是一片哀鴻遍野 萬群地產董事長就推估 今年的推案量至少減少三成 都跟員工講上一波有賺到 現在不好做 乾脆出國休息 以前如果三個月可以賺100萬 現在要拉長到一年 華友連開發動作也直言會放慢開發速度 這一波打炒房的這個條例上面 可能還是比較在所謂的信心層面上面 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他們本來是想要以拖待變 也就是說認為說 或許在今年上半年有一些總金上面的變數 事實上我們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看到 所謂總金有明確恢復的態勢 推案量這個下修的幅度可能也在兩成左右 平均地權條例被稱為史上最強打炒房 消極會7號也召開記者會 呼籲政府應該扛起壓力 不要受到業者跟投資客的壓力 儘速三讀通過此修法案落實居住正義 舉個別新聞陳建民品傑台北傳媒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K